我们来制作BPI M2的系统 当你准备好16GB的SD卡和读卡系之后 依据梦安天地这一则部落格这篇文章 你可以到我准备好的Google系统 云端硬碟中 里面会有BPI MAT16.0是16GB的 不是这个,要看一下日期 按照日期的牌是2021年6月23日 ZIP档,你把它下载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那另外一个我们需要一个工具是BPI Tools的工具 我们会使用到BPI Copy这个指令 所以你也把它下载,下载ZIP档 好,那我已经把它下载在BPI M2这里面 那首先我们把这个再次解压缩 那这边有很多工具是我们会用到的 那这应该都会用到最高权限 所以建议你开充端机 速度,CP,所有东西到SBIN里面 因为如果你要用到的时候 SBIN是我们系统工具所放的位置的一个资料夹 好,把它Copy到进去 我们随时就可以用了 输入你的密码 好,这个 这个工具拷贝进来以后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SD卡插入 我们有个16GB的空的SD卡 我们现在来做系统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指令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ZIP档的位置 刚才讲我们在下载这里面 这个ZIP档是我们要的指令 所以我们在这里开启终端机 这个ZIP档 执行什么 速度 BPI Copy 来源 20 这个ZIP档 目的 DV底下的SD 目前是A DA1 是第一个Partition 我们要整个磁碟机 因为它有开机的 层次在里面 所以我们直接是DV底下的SDA 按下Enter 打入 最高前线的密码 然后它就会开始做 那大概要经过15分钟左右 那我们知道SD卡写入的速度实在是不够快 那大概每秒10Mbps左右 刚开始会快一点 后面就会速度就会慢下来 所以淹没等个10到15分钟 那这张SD卡就可以做好 来做开机的动作 插到M2的SD卡的位置去 接上电源 它就可以开机的 好 等待的时间就不再做录影 我们等一下来录最后的画面 先暂停 经过一连串 一小段时间的等待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写入的速度 剩下10到15Mbps左右 那就看你的SD卡写入的速度 目前来说SD卡写入的速度实在是不怎么样 大概这个就是极限的速度 那现在已经写入到14.1Gbps 那我们的SD卡是16Gbps 那再稍等待一下 它就会写完 写完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一般我们的USB设备写入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所谓Buffer的存在 也就是说画面上虽然它显示写入完成 但是你注意看你的水声碟 它的灯还在一闪一闪一闪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注意水声碟先不要急着拔起来 那因为死碟正处在写入速度 你把它拔起来的时候 有一些资料是真的会遗失的 好现在写到14.7Gbps 它已经接近写入完成 虽然16Gbps的水声碟 事实上做起来只有15点多Gbps 那为了怕所谓的异味写入的问题 所以我做的时候只有做到15左右 还预留了几百Mbps的空的磁区空间 来使用 所以我们这边扣到14.7Gbps 大概就接近完成了 那目前我的USB设备 就是处在灯一直在闪的状况 那这边也因为还没有写入完成 所以它不会跳出写入完成的画面 可能要再等个一两分钟 那这画面才会显示出 你可以拔出我们的USB设备 拔出现 拔出现 BPiCopy这个指令 我们来制作我们的系统 事实上他做的指令 在Linux下还蛮常用的 基本上是使用DD这个指令 但是他有做了一些不一样的 设定跟调整 那如果你想知道 BPiCopy指令做了哪些动作 因为他基本上这个是Open Source的 软体,所以他的指令并没有藏起来 你可以用 文字 文书处理工具把它打开来看 把它打开来看 好,再经过了 一两分钟的等待 他就会显示出 14.7级别的 每一秒 写入16 每 Megabit 总时间18分钟 18分半 然后你可以移除这个磁碟机 那我这个磁碟现在不再晒 所以你做完 你建议你是看到这完整的画面 之后你再把随身碟拔开 这样就完成你的 随身碟的制作 就这样 谢谢观看